第21题,如右图所示,甲乙丙丁四个天平,其上各自摆放不同的重物,重物摆放前后,天平皆保持水平平衡,若不改变四个天平的吊盘吊挂位置,仅将天平上的重物各自左右互换,则互换后,哪一个天平会向右端倾斜? 那么天平会向右端倾斜就表示右边的力矩比较大,而力矩的计算方式就是力B乘以力,那么在那边的物体所画的形状不重要,重要是它所受的力的大小,那么我们就把现在图上面显示的左边的力量就设为A,右边的力量就设为B,所以甲图就是原来保持平衡,所以就表示10A会等于10B, 那么左右互换之后呢,左边就会变成了10B,右边呢就会变成10A,那当然它们还是一样大,它仍然会保持平衡,不会变,那么乙呢,情况跟甲的情况基本上是一样的,所以呢,没有改变,它一样会保持平衡,那换到了丙的情况,它现在是保持平衡的,所以呢,我们的10A呢,就要等于我们的5B,也就呢,B就会等于2A, 那么互换之后呢,就会变成所谓的10B,那么B会等于2A,就变成20A,20A,那么我们的另外一边呢,就剩下5A,所以就表示我们的左边的力量比较大,它会向左倾斜,所以呢,丙是错的,那么换到丁呢,那我们这边原来这边是5A, 然后另外一边呢,是10B,那么也就是说A呢,就会等于2B,那左右互换之后呢,我们这边就会变成5B,那另外就会变成了10A, 然后A等于2B,就是20B,所以表示我们右边呢,是比较大的,所以它就会向右端倾斜,因此我们就可以看出来, 我们的丁图互换之后会向右端倾斜,第21题问我们说, 仅将天平上的重物各自左右互换,则互换后哪一个天平会向右端倾斜,我们答案选的是猪丁。